主料,高粉200克,低粉50克,糖重80克,辅量,玉米油20克,盐1克,白砂糖30克,酵母次克,鸡蛋1克,香蕉,牛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先做糖重,把高粉20克和水100克拔匀,加热半只浓稠关火晾凉,面包鸡糖和盐堆搅放, 加入牛奶,鸡蛋,糖重面团,加入面粉,酵母放在上面,盖上面粉,启动和面程序2次,最后剩15分钟时,加入玉米油直至结束,发炙二倍打,取出排气醒10分钟,香蕉对半切,如果有那种迷你的小香蕉最好,一根圈进去更好看,取一面团改成方形,把香蕉放在最上面, 然后把香蕉卷起来,把旁边的身后搓圆,然后整下形,放入烤盘发至二倍打,然后刷上蛋液送进已经热热的烤箱,170度中层20分钟,烹饪技巧,香蕉最好用那种迷你的小香蕉,这样就可以卷上一根了,而且卷起来会更好看,我这个香蕉比较大, 所以要对半切,牛奶的用量我没有写,是因为面粉的吸水性都是不一样的,或者鸡蛋的大小也不一样,担心没有经验的朋友,如果爱饭量全部加进去,害人磨,所以没有经验的朋友,一点点加牛奶,这样就不会担心一次加多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